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晓晓 负责监督特朗普刑事封口非案的法官 推迟了是否应以豁免权为由 驳回这位后任总统定罪的裁决 以便警察官在他11月5日选举胜利后 权衡下一步行动 特朗普的论点是 美国最高法院7月做出的总统免受涉及 其官方行为的起诉的决定 意味着纽约州的案件应该被驳回 周二公开的电子邮件显示 法官胡安同意了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办公室的请求 要求在11月19日之前考虑如何处理此案 因为特朗普即将于2025年1月就职 特朗普原定于11月26日宣判 目前预计将被推迟 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前任顾问班农 11月12日在曼哈顿法院外 向记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声明 他说我要对梅里克·加兰 莫纳科·史密斯·詹姆斯·布拉格说的一件事 你们等等被追捕的人即将成为猎人 班农因推动特朗普标志性边境墙资助的 刑事欺诈指控而受审 几周后他因另一项定罪而出狱 70岁的班农定于12月9日 开始在曼哈顿的纽约州法院接受审判 检察官称他欺骗了一些捐助者 这些捐助者在2019年为修建美墨边境 隔离墙的私人筹款活动 捐款超过1500万美元 他不认罪 总统赦免并不禁止州起诉 如果班农在审判中被定罪 特朗普在1月20日返回白宫后将无法赦免他 印尼总统普拉伯奥·苏比安托 周二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将致力于与华盛顿墙有力的合作 普拉伯奥表示我将非常努力的加强印尼与美国的关系 我希望为此努力使我们能够进行强有力的合作 普拉伯奥在对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通过电话向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祝贺 他发誓要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在发布了与特朗普通话的视频后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拜登会面 拜登在白宫表示 两国领导人正在讨论气候 中东冲突和南海问题 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将提名前阿肯瑟州长迈克·哈卡比 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哈卡比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 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也是以色列在被占领的 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捍卫者 这些定居点被大多数国际社会视为非法 69岁的哈卡比批评总统拜登向以色列施压 要求其缓和加沙战争的行为 哈卡比于1996年至2007年担任阿肯瑟州长 他在2008年和2016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落败 他的女儿沙拉哈卡比是现任阿肯瑟州长 他于2017年至2019年担任特朗普的白宫新闻秘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